歡迎收看 這個是破台房 說之前的工作是 開公車的 剛上路就發生了兩次的縫裝 所以幫我 平平破財不說 更別說要存錢啦 不過工作上 屢屢遭到澳客邀難 這樣的工作要怎麼做得長久呢 上車之後要下車 但是他沒有按下車 你沒有按鈴 我並不會知道 你要下車 所以你就那一站直播站不清 對 他就直接用三字經號 我直接跟他說 你沒有按照規矩 我也不需要再移 所以請你加車 好 真的嗎 現在大環境這麼不好 老百姓最希望的 就是有個安穩的工作 和穩定的收入 但如果住進了破財連連的房子 再加上職場上小人不斷 這樣生活要怎麼過得下去呢 今天就要以委託人家的例子 告訴大家 如何守住自己的財位 以及避免職場上的小人 已經待夜兩三個月了 到處面試 怎麼都沒有消息呢 寶貝 回來啦 辛苦了喔 你還好嗎 還在找工作 還在等消息啊 你怎麼搞的 我有事情要跟你說耶 什麼事那麼緊張 只說沒有關係啊 就是 我跟穩定 這個家就過去就靠人了 等你貸了 那以後怎麼辦啊 我也沒辦法啊 公司聲音就很差啊 就只好被裁員啊 欸 幹嘛 電話響啦 應該是應徵通過啦 喂 我們這裡是 幫我錢銀行 你上次欠我們那20萬的貸款 到家已經拖很久了 一直都沒有還 不好意思 可是我最近到處應徵 應該馬上就有工作了 不好意思... 是喔 祝福你 希望你趕快找到工作 要不然呢 我們只有一個方法對付你 就是斷手斷腳 好 喂... 靠一代公司 叫我們快點還錢啦 怎麼辦啊 放不出來 怎麼辦啊 應該來了 喂 你好... 詹先生 我們這裡是 不是你死 就是你王銀行 對 你上次欠我們30萬的貸款 到現在真的拖了太久了 我的長官非常非常的不爽 所以叫我一定要馬上催你 不好意思 我們已經電話快被切斷了 家裡快沒有電了 我會努力 請你冷靜 你們這種話我們聽太多了 反正就是要趕快還錢 如果沒有的話呢 你看 我絕對不會讓你走出你家大門 Bye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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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還不讓你出門怎麼那麼恐怖啊 這... 煩... 偉國人陳先生搬來七年 非但業績直線下滑存不了錢 甚至連生計都出了狀況 轉行當公車司機後 到直第一天就發生兩次小差狀 而且之後又發生了兩次重大車禍 賠了將近百萬 連女友也遭受到資遣的命運 然而這一切都歸咎於家中 找不到半個財位 本集不只要教你找出 各種格局的財位 更要教你如何布局 才能夠財上加財 哎呀 陳先生你好 陳年公主吧 對 你好... 老師好 對 曬得好黑喔 你喜歡戶外運動 對 就是都在外面跑跑 對 你現在好像工作狀況 非常的不順是不是 是啊 現在工作狀況真的很不順 對 是之前在做什麼 我之前工作是在開公車的 開公車其實很辛苦 對 蠻大的 對啊 那個絕對飛機長 遇過一些奧客嗎 很多 奧客 怎樣 好錢是不是 倒還好 就是他們以為說 把公車是當作 自己的自家車載使用 前面停一下 我下去買一個東西 可以 是除了可以到警察局 或是什麼消息之類的才可以 但平常它到本一站 都有時間的限制是不是 時間到還好 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在站牌區停車 對 時間 對 那為什麼後來不做呢 對啊 這還滿穩定的 對啊 感覺滿固定的 是啊 就 到直的第一天 剛上路 然後就發生了兩次的碰撞 對 你說第一天開公車 就碰撞兩次 哇塞 這讓它很火大 不是 那小碰還大碰 小碰 還是中碰 這都小碰 小碰到那 有怎麼樣嗎 倒還好就是一些車子的損傷 所以你就覺得已經有點 開始不順了 對 那個時候其實還好 因為都是在外面跑車 難免多多少少會有些碰撞 那是後來 每一年快到年底的時候 這個時候都會發生一個壯大 大碰撞 對 年底的時候 大家都要來出來辦年貨 然後有很多的尾牙 齒內 所以趕時間什麼的 車又多 對 那怎麼樣 賠很多錢是不是 對 這一筆的話 總共 對方要準備10萬 蛤 你想把我弄得怎麼樣 變成沸騰 你可以買到蝦刷的 你看你有雙筆喔 對啊 你做到什麼 對啊 怎麼又便宜你什麼案 是 就是這個 在一個很大的 十字路口 對 那我們公車 是因為它比較笨重 但是我過去的時候呢 準備要過去的時候 還是綠燈 就正要變燈的時候 變換燈號 可是摩托車 台北市 大家就衝了 對 所以你煞車不急 對 那時候已經來不急 因為我已經在路口了 那那個人呢 摩托車的車主呢 車主的部分 它是一個手骨 手骨斷裂 那摩托車就是損壞這樣 反正人就是沒事就好了 對 對 所以那一趟就讓你賠了太多錢 所以你不敢再開了是不是 那一趟還不是 還不是最後 在去年年底還有一件 這個乘客上下車的問題 當前面客人上完車了 我想看這個後照鏡 車內後視鏡 都沒有人要上下車 我們要關起來 那突然有一個老婆婆 然後從車下面跳上來 車上台上去 對 跳上來 有屍屍夜車的感覺 對 跳上來 衝衝走這樣 這麼老婆婆 跳下去了 我告訴你 對 那他突然跳上來 那個時候門已經是關著 已經要關起來的瞬間 夾到他的腳 車子也稍微動了 因為這是在同時間 我們在做的動作 車子一動 它被拉 拉了之後往後跌 手去撐著地板 結果這個手... 又是本碎性的 本碎性骨折 那你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因為他自己突然跳上來 對 還是加油門 他只把關門跳上來 對 那結果是多久才發現 他夾到腳了 一下子 馬上 那個時候我才剛起鋪 馬上 因為就聽到聲音了 那這一拖你要付多少 對方要付28萬 所以就又給了28萬 這個還沒 所以你後來就不做 就是沒有再繼續做這個行業了 對... 真的有時候太危險了 對啊 壓力也好大 你光賠就賠不完 破財屋的威力實在驚人 非但自己工作不順之外 就連女友也產壽到之前的命運 他就是在這個檳榔攤上班 老闆人家包檳榔販賣這樣子 那那個工作不是就還滿穩定的嗎 為什麼也不順 可能就是他們老闆覺得 這個收入也沒有那麼多 你說檳榔生意不好 對 生意不好 他每個月的薪水是固定的27萬 對 就是老闆決定把這個 他們兩班字砍為一班字 就只有一個人上班 對 那時間就... 那半個天的時間就變短嗎 對 就是... 所以他班就變少了 對 就是半字 哇 這個很可怕 兩個人如果同時都沒有收入 一大段時間那個壓力 然後經濟的負擔 這樣子長期累積下來 會不會負擔一個 要每個月你看房貸要不要 車貸 對啊 房貸四萬 這自己買的嗎 對 自己買的 我現在車子都賣掉 沒有車 他們家裡面本身 我來勘庭過 沒有一個格局是 財庫跟財位的 蛤 一個角落都沒有 零財位 零財庫 對 但今天我們要長風蠟姓 我會幫他每個格局 臥室 餐廳 客廳 廚房 通通幫他照財位 好 一定要 幫他犯犯為生 好不好 那但是我們說 趨吉避凶對不對 是 先避凶 再趨吉 好 之前講的是趨吉 再來看避凶 一開門就看到 我們做的消防栓 出門見給我們脾氣一般照 所以看到什麼都覺得好像火氣會喪失 是嗎 陳先生 你看起來脾氣還不賴 感覺 不錯吧 在工作場所上 有的時候會突然之間暴衝 對 可能開車這件事情很需要耐心 對不對 因為車路上很多狀況 會讓人家啊漲 對 有時候誰操作 對 然後不守規矩 所以就那一鼓氣 那個無名火 司機非常需要耐心 對 你應該沒什麼耐心 那這沒辦法 也還好 怪他 你看他一出門就看到火 這裡基本上這個地方 把它村莓有沒有 貼在比較正面的地方 這裡不能夠影響到 不好意思 你是說貼別人家的村莓 保護別人家 不好意思 先用一下 司機賣 然後整個貼起來這樣可以嗎 你看他 對不起 對不起 千祥萬福 其實就這樣 百福 這個念百福 好 先進一步 對 業主大 不好意思 因為剛剛火氣太大了 火攻心知道了 千祥百福 麻煩貼在這個地方 是 我覺得對自己出門是一個急照 急一個急 真照的照 而不是這個急照 一般社區的大樓 經常會有的問題 大門正對消防栓 代表出門見火 脾氣亦煩躁 可以在消防栓的門上 貼吉祥字的春蓮或花卉圖騰 但前提是 不能夠影響消防栓的使用 這樣就能夠轉胸危急 化解出門見火囉 可是裡面的問題 還更大 好 當然 你說沒有那個 任何財位 那是工作不順 這是第一個 再來就是說 如果感情有一個寄託 家庭很幸福的話 那我覺得有時候 還可以得到一些安慰 對 那好像是連感情上面 都很順利 在早期啦 七年 這邊大概七年 這裡有七年了 對 早期是多早 是那個 青草 青草還是乾榮 名字 乾榮 雍正 要話說乾榮呢 所以現在在講穿越 對 你會講這一代的就對了 因為他才四十幾歲 所以講早期 那知道你有多早 有 也就是說 搬過來之後 對 那搬過來之後 就是跟前任太太 感情就開始不好 對 那就是常常 一個禮拜 可能會吵架兩次這樣 那還算少了 還好 還沒有 你好吵很多 沒有 我們都不講話 兩個打背父親不吵架 對啊 都可以吵架 對啊 吵架就好嗎 就是很長 我們很長的這個 不愉悅的這個情況 所以後來 越積越深 對 越積越深 那後來就是 他在公司上 也有發生一些事情 那我這邊又就是 盡量能體諒 可是 他發生的事情 這個 等於說就是跟著別人 就離開這樣子 那一樣一樣來調整嘛 對不對 但沒有關係 那過去是了 但是重點 過人都有過去 也有不舒服 也有不快樂的時候 但是重點就知道 妳的風水到底 問題出在哪裡 妳會有兩個可怕的伴侶 我們要進去看一下好不好 好 麻煩老師 來 看小人 我們踩到了 哪裡 這麼快就看到小人 誰 身高美麗女的嗎 身高美麗女的 來 請 進 妳看一看 那個沙發的放法嘛 沒有 整個菜麵都沒有 那個是 背後 對 你的沙發背後 所以沒有靠 我先解釋一下 客廳就是千客萬來 客廳就是我們的客員 客廳代表我們接觸的貴人 是 那妳沙發擺得不好 就是客人不來 或是來找麻煩 或坐不住 那客人不來就表示 沒有客戶 沒有錢拆 沒有人潮 所以這個沙發後面是門 又是走道 又是瓦斯爐 大兇 兇險的徵兆 好不好 為什麼 都是我不好 來晚了 以前都講來太晚了 對不起 都是我不好 來太晚了 把這個沙發移過來 這個沙發移 為什麼呢 雖然後有 這邊也是窗戶 我知道你們會挑戰我 好不好 後有窗 對 但是後有走道 後有瓦斯爐 後有門 布山 那我情願坐這裡 OK 而且洞線會比較明確 因為從那邊門走進來 到客廳 到房間 那邊屬於洞線 水路為財路 不要創造一個不必要的 錢財的小石頭 卡龍好不好 對啊 你這個沙發刷在這裡 這裡沙發一來這裡之後 你們這邊會大很多 對 要洗牆 洗牆 叫你剛才過來 拿去 你看 這個沙發真的擺得很不好 對 因為這樣 硬擺 我們現在就卡 如果你現在把它移到那裡的話 你就走得很順 對 對 你早不要想到的啊你 對啊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把沙發放在這裡 是 覺得 就想說這邊有窗戶 對 那這樣子的話 我沙發擺在這邊 類似一個這個飯廳餐廳隔開的一個 所以有時候我們的觀眾們 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對不對 都知道這樣可能是有 後面有窗戶不好 但是你沒想到 萬萬沒想到 吃沙發都沒靠 搞錯 對 對不對 所以你決定 沙發放哪裡 趕快搬過來 這裡 對啊 剛剛老師口中說的 范小仁格局 一進門馬上就發現了 如果以陳先生他們家格局來說 最好是將沙發改放至窗前 雖然沙發後有窗 但是總比後有走道 爐灶跟門來得好 兩全相害取其輕 如此一來 也能解決財路不順 沙發後有門范小仁的問題 但其實剛剛一進來 詹老師就說 他們家有兩個 嚴重的范小仁格局 觀眾朋友看得出來在哪嗎 動物不肯胡亂放 小仁讓你吃不完兜著走 你要吃任何的動物 都是要在我們前面之外 還有 我 如果喝呢 假喝 不是啦 不是做理事 所以趕快你在公書上面 就魚與范小仁 太多是遇到這個 這個 太多太多 我直接把客人趕快 這是什麼 因為他六十三十斤罵我 我們說馬就是我們的交通公主 對 對不對 後面有馬 我們要驅側馬 對不對 側馬入林對不對 對 不這是 但是就被馬邊側 懂我意思嗎 這不是馬到成功的意思嗎 但是他必須要在人的前方 馬前竹之類的 我們人要在動物的後面 不能在動物的前面 所以不能放在後面 千萬記得好不好 放這 所以只要是任何的動物 都是要在我們的前面是不是 你再問對人了 在前面之外 還有 馬頭要向外 挖馬奔騰 雞要啄米 啄食回來 不同的動物 那如果鶴呢 鶴 鶴鶴 鶴 不是啦 是長壽的意思 是 OK 重點是 動物一定要把它人的視覺前面 了解 對啊 你放在後面 等於就是馬在邊側 你不是你在側 是的 好像是你在跑 對啊 你要跑得比他快 所以難怪你在工作上面 就屢屢犯小人 你遇到什麼 你知道你印象深刻 到現在想起來 可能還想暴衝的 真的嗎 真的假的 帥喔 我不讓他大 我不讓他大 為什麼 因為他用身子筋罵 為什麼罵你 你為什麼一上來就要罵你 因為他說我不尊重他 為什麼 你怎麼了 就是上車之後 他上車之後要下車 但是他沒有按下車鈴 對 那我們司機在前面開 你沒有按鈴 我並不會知道 你要下車 當然 對 他說 你應該每一站都要停 是啊 對 但是 沒有每一站都要停 除了有人在那邊等 才停 不然他沒有過站不停嗎 沒有人當然可以走 當然 他如果招手你就要停 沒有人招手他就可以走了 是啊 所以然後也剛好沒有人按鈴 所以那一站你就過站不停 對 我就走了 然後他就生氣了 對 他就生氣了 然後呢 他就直接用扇子經罵我 我直接跟他說 你沒有按照規矩來 是 我也不需要在意 所以請你下車 對 我直接就是 過了兩站之後 直接把他趕下車 過了兩站 對 就是因為他第一站都要讓他過頭 對 乾脆把他站在終點上 對 聽兩邊到你 對 故意 你這個 沒有 也是很氣 對 他像其他人在乘客看到不會覺得 乘客幫我一起罵客 因為很多建議勇為的 對 因為有時候這個公車上真的很多這種不為不恩 對 沒有投錢的或說什麼 就一堆情緒不好的喝醉的 其實公車上有露營 他公然烏魯 你不要罵他 你還可以得到賠償 不是 那時候氣 我們外面一把火了 出門都一把火出去了 這個是忍不下來 我覺得這個服務業就是這樣 所以還是得有時候 客人為主 是 還是得要忍耐一下 對 對啊 這樣其實有時候我們做事情 有時候忍一時之氣 是 對不對 然後呢 還過天空 對 所以就是要忍一下 絕對這個隱移 然後把這個環環的地方 放棄不會再犯小了 這個是把不好的給我化解 但是他有既定了這麼好的一個 驚動 這種標準 這還好嗎 你覺得你腿軟 不是 怕露尿 最近接了一個尿片的廣告 有嗎 沒有 謝謝 以為這樣講就有 對 有機會的 對 這個本身來說高刺癌大刺小 高一處為三 低一處為四 這本身就是一個財山 那記得一個 我們說 臥室要有愛人財 小朋友房間要有文昌財 對不對 那客廳代表也不會人財 所以這個要放在 我們說的財位 這個地方 好 它本身放錯了 你這個 它才會有啊 對啊 它會放流水盆 流水還倒流出 流錯了 那流水最好是放這個地方 知道了 所以現在應該是 這個財山跟流水盆要怎樣 流水放這裡 不好意思 怎麼流都流不出去 就送往這邊流 就沒有風險 對 山要高水往低處流 所以這個是高是山嘛 金豆要放這邊 人家高的這邊 對 那裡面光是有那個金豆 代表高一處為山 增加一個補財庫的動作 形成45度角能夠有財庫 裡面再放168塊的增錢 再放上財神天珠 或自己信仰的財神放進去 放之前到廟裡面的天爐 過我三圈 因為不可能有名師法王高生 隨時加持 自己到廟裡面幫自己加分 然後就加分 你看它財位也有著 這個超年 對啊 所以就沒有財位 然後放還放錯 對 放了半天效果也有限 因為這些基本上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收藏可愛就好 對 它沒有什麼所謂能量的 可能賣給你的人比你還窮 講話比較直一點 所以還是要經過神明 廟宇的加分 是 對 對 而且因為你真的放很多 對 完全沒有用 您的水擺這裡比較安全 怎麼流都流不出去 對,對腳先流 對 就往這裡流 對 那再怎麼流 還是外面那一匹刀 外面有的 你…哪… 你有沒有看到 有 千斬煞跟壁刀 難怪你出去吵架、車禍 這都是外面的形 有形就有理 好明顯 人家是一片天 步步高升 遠景無限 你是夾縫中求生存 而且那個封刀 他這樣一吹過來 他五動於衷 他已經看不見了 對 你怎麼會早已經看不見了 但是我動如山 眼睛一張都沒炸下來 有時候像瘋一樣 對啊 一直灌… 形成我們家裡面的氣場 是 沒有辦法 氣不會圓、順、純淨 所以趕緊用 是 幫它掛上去 向外就可以 就可以避掉這個殺氣 避掉車禍會轉到最少 對 爭執、爭吵 都 逗歐會變得更慘 對 你看你出去開公車的時候 那時候一直跟人家擦爽 對啊 花了這麼多錢 都快一百萬了 對 所以你那時候這個錢怎麼處理 就是慢慢還 跟銀行借 然後慢慢還這樣 所以你後來這個房子 有再去做二胎是不是 對 在徵代這樣子 對 因為只能這樣子 對 日子可以目前暫時這樣過 對 對不對 總比跟人家節錢好 跟銀行借 對 還比較好 比較安心一點 對 有時候開公車 當下我們都會遇到 非常體諒 一種頭難的心就要過的一種 他車頭一出來 你就是 他就只要過 對 是不是很危險 因為他那麼大台 你們搶得過他 對 我請問你 有些公車不知道趕什麼時間 你在趕什麼時間 我只會問你 他載那麼多人 很多人很趕 也會嗎 這個老師 我就必須要講一下 是可以找下班嗎 還是怎麼樣 這個行業 我們其他新生嗎 對 就是說這個行業 我們的時間 出車的時間 每一趟出車時間 就是固定 一天可能跑個三趟 四趟 不一定 看路線 越多趟算越多 對 但是都有固定的公司 固定的出車的趟數 是 你越快回來 距離你下一趟出車時間 越久 表示你的休息吃飯時間 越長 對 那因為開車一趟出去 像我們這個路線一趟來回 繞一圈大概快四個小時 都開到高雄了 連上廁所都沒時間 對 你們可以上廁所嗎 其實真的忍不住很急的時候 跟客人講一下 通常都可以 鐵亮 他一趟開回來四個小時了 他這中間怎麼上廁所 大家一直在上上下下 對 好辛苦 所以喝水要控制 對 那所以變得造成我們身體的狀況 整個都變化 對 那睡眠又不足 對 所以就是這樣 很辛苦 所以公車在趕什麼 他就是要趕 趕快要不要去休息吃個便當 對 他想要休息休息 真的 那我們也謝謝 很辛苦的公車司機 對 謝謝大家 都真的很辛苦 對啊 其實航客業都有自己的 辛苦委屈的地方 但既然選擇了這個工作 你就認真 要樂在其中 對 有辦法去找到樂趣 但是這房子一看了就知道 婚姻不幸福 影響他們感情不好的 最主要原因 洪水店 所以廚房代表女主人的地位 是 我們過去一探究竟就知道了 在看什麼 好玩喔 對啊 好喝 這個不行啊 我相信他也是吃單看 我們節目的粉絲 但是 你不要生氣 當然 我之前在說過 餐桌的四個面牆 盡量不要有鏡子 座椅的背後後有鏡 代表後無靠 也是沒有客人會來 第二件事情 桌子一旦用個玻璃的 也不是玻璃不好 用桌巾把它包起來 比較能聚才 對 那我乾脆把煞氣一次講完 好 這個廚房跟客廳 幾乎是在一起的 對 所以沒事 古代家裡很窮的 才會在客廳煮飯 這等於是造屋門 就是你做一個 左右的門 拉門 拉門 就是平常可以打開 但有形就有靈 有門就有神 那麼門前為客廳 門後為廚房 廚房也方正 那麼女主人的趨勢 也比較順 家裡才會有吃有喝的 是 那一樣的門可能是這裡 開這裡 也可能開這裡 也可能開這裡 到底要開哪裡 那開這裡 就是有冰箱的外露 那如果開這裡的話 就會接柴水 如果開這裡的話 也不錯 也不錯 對 所以開門這三個選擇 非常重要 所以自從我這樣講完 知道意思 家人問題很多 對啊 好不好 其實最主要是就是說 好像自有覺得搬來這裡之後 跟家人的感情都比較疏離一點 對 家人漸行漸遠 如何彌補破碎感情 兒子開心出遊 靜落得滿身傷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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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最主要是就是說 好像自有覺得搬來這裡之後 跟家人的感情都比較疏離一點 對 對 因為你本來家裡 還有一個成員 對 就是還有一個媽媽在 然後小孩子 小幾歲 小孩子現在今年14歲 國中二年級 兒子 有跟媽媽一起住是不是 對 現在是因為小孩子 學校離媽媽家比較近 所以那我又就是 有時候要在外面工作 要媽媽辛苦了 對 所以他們就變 就都搬出去了這樣 對 都住在媽媽家這樣 假日才聚在一起 假日的時候 偶爾會回來 對 因為媽媽身體也不是很好 所以她有時候跑來跑去也不方便 對 遠遠嗎 沒有一樣在附近 對 大概如果開車大概15分鐘 那重點就是說 變得比較沒有常常聯絡 大家比較沒有辦法常關心 那種感覺 對 覺得總是 雖然是環境 但是感覺那個距離好遙遠 對啊 有的住很遠 每天通電話 每天對不對 都聯絡 對 所以這個是 對 在風水上可能 對 跟媽媽這個兒子的感情 距離在拉近 對 對 這很重要 對 是 那同時 我們隔完之後 這個是多了一個柴位 跟妳說吧 OK 那麼照火的外露 也不會 男生不會亂發脾氣 是 在家裡頭 感覺上你的脾氣也不會多好 真的嗎 對 因為照火外露 你記得好嗎 沒有 沒 還好 還好 你也印證我的這個 你看 你看 人家啊 他叫李 幹嘛 為什麼要這樣對待人家 因為已經很苦了 我知道 一直在漏財 你一直在漏釀 才有廣告可以拍 所以這個貼物面貼紙就可以了 讓他的型不要外露 OK 重點是我剛剛說 我要幫他造一個彩褲 對 對不對 財庫 很重要 因為居家的 櫃子為山 桌子為水 是 所以這個水財有把你褲刀了 OK 所以水財褲刀才能夠聚財 是 其次呢 這是冰箱 冰箱是 固帶著米缸 那放對位置 這邊隔了板之後 就形成一個財庫 同時再做一個 含性的財庫 比如可以移動的財庫 什麼意思 把聚保盒 放在這個冰箱的上面 再放銅板168塊 也是加分到極致 鋸子 對 他把整個冰箱的財庫 接地器壓住 又有錢財加持 這就是雙向加分 對 女主人不會為了催事外露 為了催事外露 家事不做 非常好啊 廚房室開放室的空間 與客廳沒有區隔 造成晦氣思異 導致男主人脾氣容易煩躁 不僅如此 還有冰箱外露容易露財 最好的方法就是加裝拉門遮擋 避免晦氣思異 而且能夠製造財味 而如果在冰箱上擺放聚保盆 就能夠更有效的提升財運喔 會不會就是因為 之前這樣感情比較不順啊 然後就很想 就有點怕可以進入另外一段感情 說坦白的其實會 對 那我這個人他其實是比較屬於 就是隨緣 對 隨緣 我們人生要不斷地隨緣 對 就不強求了 對 不強求 但是現階段來說的話 其實這個感情路跟他來講 是算還滿穩定的 所以 對 我希望能夠就是說 以後的感情路 也可以都走得順順利利 對 差不多 差不多 目前的話兩年 兩年時間 對 對 是這樣 想像的應該是一個很溫柔 賢慧 體貼 你這個表情還沒有價值喔 你不是很誠嗎 沒有 沒有沒有 不強 我今天在幫你 沒有沒有 對 剛好嗎 不是 太直接了 我對我來說很難想像 兩個人如果走在一起 一定是很有緣分 對 對 而且在一起可以到現在兩年 一定彼此之間都有互比 對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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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互相寬容 才有辦法一起到現在兩年 所以他也不會說是說 很在意你之前的一些狀況 他不會 很好 對 就是你身不計較 願意跟你一起吃苦 對 不容易 對 是啊 你要好好加油 而且這個女孩子就是 幫助我很多 對 真的幫助我很多 能遇到另一半相互扶持 是最難能可貴的 不過在解決影響夫妻 最嚴重的主臥房之前 當然還是要來關心一下 小孩的學業與健康 來 這邊都可以看見 對 小孩子的房間是哪一間 走 這一間 這一間的 這一間 那這一間是什麼 這也知道 廁所 我最愛的地方 對 沒錯 沒錯 接著 說得 那小朋友就是出門監測 叫做病控監測 所以離開家裡離開的房間出外 總是有大病小病不斷的危機 開門就監測 對 好像現在好像比較少 所以住在這邊也是有影響 當然有啊 他有住這個 所以他代表他居家的地位 他在這邊代表他的一個運勢 跟家人的互動 那你關心他嗎 最近怎麼樣 他就是在大概兩三個禮拜之前 跟同學出去騎腳踏車去玩 那結果一個可能不小心 一個轉彎一個不小心 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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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廣東 跌倒了嗎 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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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跌倒嗎 對 他自己跌倒 那就是他的這個四肢都有受傷 很嚴重嗎 其中左腳膝蓋是最嚴重 整個皮都沒了 唉唷 衰那麼大力 對 他們是怎樣做什麼越野的 那一種騎法是不是 到底也沒有 一般腳踏是不是 就是這樣子倒下來 不會很嚴重 可能不知道為什麼 騎得比較快 對 可能突然間就跌倒的時候 就出去了 對 出去了 腿 脆 脆破腿了 對 聽起來就好痛 那這樣子有 會受到什麼那個嗎 他就是變成說 那個當下就是 受傷 血一直流 趕快請他同學先去這個藥房 對 去賣個藥回來 擦這樣 包紮一下 對 那我們是覺得說 這個奇怪 這就是我的這個小孩子 他平常也沒有什麼 不良的這個活動 不良的嗜好 怎麼會突然之間 然後運動傷害 運動傷害 對 有什麼出外 不一定 對 人啊那一衰 進不完的生產 這叫做流年病 流年病 可能那一年正好流年也是有的問題 我之前很少 還好你說了這個門簾 幫他受傷 把他被扁 是 我以前出門去做秀 住飯店很少被鬼壓 我這個前一陣子就被鬼壓 真的 在哪裡 在出外的一個地方 國外 然後壓了之後 我就一直念阿彌陀佛 然後就走掉了 走掉了 看著一隻狗來腰 蛤 狗 很好 小狼狗 這真的狗啦 真的狗 牠真的掐著我 這樣子 我發誓 我都說謊 我爛掉 是真的 狗也可以就對了 牠就來掐我 狗也可以掐你 那這個狗很可愛 那就四隻腳 不怪你很想舔舔你 沒有 就掐著我 一直掐四隻腳 太累 壓力很大 我不知道 然後就掐著我 然後我趕快 用你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又走了 換水 結果我換樓下管理員 蔡姐 蔡姐 你不要叫她寶寶寶寶寶 沒有 然後後來我就不敢睡那個床 我就帶我妹妹去另外一個房間 就是另外一個姐妹在那邊睡 我隔天就不信邪 我說我一定要在睡那個床 結果把我的那個 我的那個護髮的那個 帶在身上 阿氣護髮帶在身上 結果她就 都沒有過來 都沒有來 連老鼠連貓 都沒有來 讓我一覺到天亮 你是睡在動物園 怎麼都不會回來壓你 她有生肖輪流 對啊 我怎麼在 等一下馬就來了 醬 再出去反正就是護身的東西 帶著一個平安 因為有時候你出門在外 你不知道你自己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人生不知道是明天仙道還無常 所以像弟弟也是這樣 出去你就不在 不然你就是要脫下 它還好放對地方 基本上它的房間還有其他問題 對啊 是喔 好 所以那個你說 有一些病痛或是雪光 這個部門連遮都就可以了 把那是不心痛的大型 是喔 那裡面還有 小孩房煞氣四伏 健康學業堪憂啦 基本上它的房間還有其他問題 是喔 所以你說有一些病痛或是雪光 這個部門連遮都就可以了 把那是不心痛的大型 是喔 那裡面還有 你看看它的床頭 你看有床頭 就是那麼窗戶 窗戶 對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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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然坐一下 好 好 這個床頭的完全就是放錯地方 它會聽到它怎麼會被移的窗戶 這種床頭或有窗戶 其實從科學角度來看的話 是莫名的不安全感 一定會睡不好 對啊 這時候古代人說風會吹進來 或是窗子會動 也會影響到睡眠 除了不安全感之外 所以我會建議你把這個床頭有沒有 靠牆壁這裡 那床腳比較接近這個門 這個地方是比較順的 這樣子睡眠品質會提升 你這樣小朋友睡得怎麼樣嗎 小朋友睡 他明明有個缺啊 對 其實他睡覺喔 這個時間來講 完全的跟我很像 時間都不固定 有時候我現在的小朋友 就是為了玩遊戲啊 然後晚睡 或者是真的很早睡 因為到隔天早上 才睡 這不好啦 對 所以漸漸的就是影響到 他的飲食啊 身體的健康啊 而且玩那個很刺激啊 對 又入名 然後玩到自己都 就很興奮 就會睡不著 當然 對 不行 會睡得久了也不行 對啊 只要跟兒子溝通一下 看有時候 好 一個小時讓你玩 或兩個小時就不能再玩了 對 要跟他溝通啊 對 反正身體也不好啊 那他功課好嗎 功課算普通啦 普通玩 對 算普通 所以你也沒有特別要求這個部分 基本上我屬於比較 這個開放式的教導 對 他不是虎爸啦 對 那基本上小朋友就是魂倉嘛 對 考試運 爸媽就會給一點小財嘛 是 如果考試運好的話就有獎學金嘛 對啊 就魂倉庫 他會自動自發唸書 他自己知道該做什麼事情 對 因為這個年紀也應該要這樣子啊 對 這個書房跟臥房 我們再幫他做加分 好 好不好 好 這邊當然屬於柴庫沒有錯 對 轉角處 兩面牆的交接是有轉角處 但是這個桌子放這裡有門涌 可能在讀書方面也要有專注 是 那這個桌子很巧 正好是活動的 對 所以麻煩他把這個桌子移到這邊去 放這裡 好 正好放在轉角的地方 好 這個床是不是放這樣子 對 這個櫃子就移過來 移到這裡了 對 那麼就是他可以 眼睛可以直接看到門 比較有安全感 那麼就這個座位 書桌讀書的時間會多一點 當然考試運就要好很多 好的 對 也會比較認真一點 考試考得好 然後有自信心 對 教好一點的朋友 就是很好的影響 同時再放一個盆栽在托上 放 小盆栽 什麼樣的盆栽 葉子比較大的 小小的 厚一點的 大一點的 這樣這有什麼幫助 測它的考試運 跟它人際關係 當然這個盆栽有產生發黃 或枯葉 剪掉 那就代表除了剪掉之外 化一個比較適合的盆栽 來提升它的人際關係 跟考試運 這樣也很好 一種方法 對 這不錯 對 好 所以爸爸要做一下 好 就為了小孩子未來可以更好 對 所以比較聽話一點 小孩房的財庫 就等於是文昌位 將財庫固好 也能夠有效的提升學業 所以將書桌與櫃子調換位置 並且在書桌上擺放盆栽 或開運物 來提升考試運與財運 而床頭後有窗影響睡眠 只要將床頭轉換方向 就能夠解決囉 你的主臥室 是我今天進到你家裡面 我覺得最大 最舒服的一間空間 對 對啊 你主臥很大 很大 大是很大 方正 對不對 對 也沒有涼壓床頭的問題 也沒有腳向窗 可惜這個腳 是窗子 破材 OK 這個腳也是窗子 破材 那個腳是入口 氣散才不鋸 剩下唯一能夠鋸材的腳 竟然是廁所的門 所以這個是破材房 那間是廁所 對 所以四個腳完全破材 所以夫妻賺多花多 甚至於負債省定的 怎麼會這樣子 對 對 對啊 它這個好像就是把它推 就是原本就是建造 就這樣子改 對 好像會增加那個 窗戶的一個面積 對 大家就喜歡這樣 可是這樣反而是不鋸的 是不是 對啊 有的人說通風好 採光好 其實明天暗房 或是稍微暗一點 可明可暗 能夠鋸材最大的原則 老師那你會建議要怎麼做 是這兩邊要把它封起來嗎 我認為這裡 因為這裡 你說放水流也是一個方法 流水 OK 放金凍有的人不太喜歡 覺得有點老氣 那如果放一些比較大的 代表性的盆栽 像一個樹山一樣 樹牆一樣的 也是有長風拉起的作用 這就是創造臥室財位的一個方法 放在那個地方 對 主落房財位健康 導致漏財連連 但也可以在財位上 擺放盆栽遮擋 或是用木板 將財位後方窗戶遮 並且擺放開運物 來提升財運 但究竟財位的標準 該如何選擇 順序又是怎麼排呢 老師你也一直是說 我進臥房的時候 我先看第一個 45度角是這裡 對 再下一個 正財位 然後下一個是這一個 正財位不一定有 但是也不要絕望 可能看下一個 沒有 就下一個 正前方的 如果能夠形成一道 我們說像牆一樣的一個抵擋 那麼就是財庫 這第二個是考慮 是 第三個 有沒有 再看再次是財位 所以進來的另外一個角 除了門以外的第三個角 第三個角 那邊可能會形成一道牆 也是一個長風納氣 那麼那邊保持乾淨 也是形成我們說能夠聚財的作用 可是因為他今天這樣 一二三下來 第三個也沒用 因為今天又進廁所 對 那這樣我要看哪裡 其實因為廁所不可能封門 對不對 那進來可能就是我們說 人來人去 財位比較會閃 因為這是進門 對 經過這裡 這裡是動線 對 比較沒有辦法聚財 你知道 結果從這個地方 這裡形成一個樹牆 盆栽 那麼就可以聚氣 而且藉由這個樹的成長 也能測試到我們的財運好壞 這是一個方法 那我因為是要放在我的臥房 我在那邊睡覺 所以我選擇的那個樹 盆栽 擴葉林 擴葉不能增狀的 增狀是自煞 增狀 像仙人掌 自煞 克制 自煞氣的煞 那這裡沒有煞氣 就是要聚財而已 OK 所以什麼黃金格 發財樹 或是萬年青 都非常非常佳格 就大葉子的 對… 好 各種格局財位 應該如何有效布局呢 今天有說要來做整理一下 因為你說的 在小孩的房間要聞倉位 所以知道她的財庫 她能夠坐得穩 那麼才能夠學業進步 才能影響學金 那廚房是女主人 除了冰箱能夠保護之外 在上面做一個聚寶盆 包括增加的財情 因為錢就是財 財氣在我們說的米缸 冰箱上面也是雙向加分 然後再加上我們所做的客廳 客廳代表貴人的意思 又有山可靠 又有山水化 或是一些規劃 把這個動物移開 不要去驅塞我們 那麼造成我們說的客廳 又多了一個財庫跟加分 是 那其次臥室就靠這個樹山 樹海 好 原來是這樣子 對… 對啊 而且其實她這個房間 是滿方正 只可惜 這些財位都見空 對 而且一直從一進門 到她的這個主臥 都一直在漏財 是 漏財 漏到整個人都全壞 你知道嗎 家人的壞壞 氣感 對不對 所以直接把它補起來 都把它補好 照那個鄭老師教你的方法 把它做起來 另外很多人在主臥室 放財神 千萬不要 財神 為什麼 你怎麼回事 財神 財神 你在哪裡 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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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神就沒有關係 對 對啦 這樣至少把錢在這邊 我們稍微補起來 是 一定加分的 感情就一定會比較好一點 不會為了前事情 煩惱吵架 對… 不然就是說 也是一直怕遇到說 我們在找工作的時候 那老師會不順利 對 工作就已經不順利了 回來家裡 如果還要吵架的話 那這樣的話就… 那你就問對人了 這個床的另外一面有沒有 是 是一道牆 這邊的窗子可能掛畫 內面牆 床頭不要掛畫 是 內面牆 代表農邊的意思 如果你掛了金箔荷花 或金箔牡丹 或一般花開富貴的牡丹圖 那夫妻兩個人除了展桃花之外 也可以花開富貴 天天蜜蜜 剛才到達 天天蜜蜜應該會夜長 關一下也不錯 對 房間氣氛也不太易 是… 那個感覺感覺就來了 對 感覺… 感覺… 那是在開拍的感覺 感覺來了 你就會覺得到… 什麼事情 順… 不愉快 對 不快樂的全部都化解 非常重要 對… 一掃一毛 一埋 對… 不想說一毛、兩毛、三毛 三毛、四毛、五毛 對… 這樣其實就… 其實也不困難 對… 當你了解的時候 你的家其實就是這幾個點 你把它補好 露成的點 並加分 對… 然後外面有外煞 天蠶煞也要注意 一牙、冰刀 對 出外什麼 全方位 也真的自己要小心 是… 老師每一個格局 都已經幫你做了 財位上面的加分 是… 照著做向 你很快就會找到新的工作 對 然後可以… 順順利利 對… 順順利利 然後感情各方面都很好 都可以幸福美滿 對 好啦 祝福你 謝謝… 好 謝謝老師 謝謝兩位 謝謝 感謝